临摹训练充足和临摹训练不够是有很大差别的 如果临摹的训练比较扎实 他的书法的这个基本功底的问题就解决了 剩下的就是要融会贯通进行创新的问题 这两天呢我在视频中啊看到有些我们青年啊 书法家创造的作品都很年轻啊都二十来岁 那个通过临摹啊获得的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 真的相当不错 但是呢在当下的这个审美当中 因为我们普遍来讲审美水平还是有所提高的 不是像我们今天很多人想象的啊 这个我们的水平审美水平很低 因为第一是什么呢 第一是大多数人受到的书法教育是非常粗浅的 那么这些人的审美能力当然很差 开口闭口无非就是写个楷书看看 你不会写楷书他认为你不是书法家 是这样一些人啊 那么我们很多的这个青年呢 当然都越过了这个层次 他们不但写过楷书 而且在新书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而且那个功夫下的不是一般的一般的小 而且个人呢也很有一些灵性 这样呢在创作书法作品的时候就能够体现出他灵帖的那个功夫体现出来了 那我们前面的一辈啊 就是上一辈啊 如今已经六十岁以上七十岁左右的一批人 因为他们是在文革到改革开放出的这一批人啊 或者才开始学习或者出名的这一批人 就是八九十年代到二零零年前后出名的这一批人 他们有什么缺陷呢 就是临摹不够 在创新的时候就会走下瞎创新乱创新盲目创新 这个称为因为他们走的就是啊 那个太空之路轻飘飘的 没有脚踏实地的那个那个底气 首先他没那个底气 虽然他有激情 但是他没有底气 那个激情啊 是没有用的 因为从艺术创作来讲 人人都有激情 你让你让那些瞎写乱写的人 他也有激情 而且还激情四射 但是没有用 这个为什么没有用呢 如果艺术创作不受一定的限制 仅仅是激情四射 你想想你激情四射跳舞的唱歌的 画画的都有激情 包括弄这个武术的都有激情 你光靠激情有用没有用 他都有自己的套路 都有自己的一定的功底的这样一个积累 所以你没有这个积累啊 你去啊 就是学了几天 或者学了很 也不是学了几天 也学了不少 甚至学了很多 时间也很长 但是呢 都是很浮潜的来学的 这样呢 你的灵魔首先没有过关 就是对古典书法的认知啊 没有过这个关 怎么过这个关呢 首先你要深入这些景点 把这些书法的基本原理要搞清楚 这是核心问题 很多刷架 很多笔法都不懂 也写不好 齐笔不是个齐笔 书笔没有书笔的个样 这样你写出来的作品 你怎么写 它不可能写好 是不是 所以这个灵魔 经典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经典里边 每一个经典 它都代表着几百年的 这样一个文化的成殿 在里边 你比如说王羲之 王羲之的书法里边 它就代表着几百年的成就 他把中瑶的学了 把这个张芝的学了 从张芝到中瑶 再到王羲之 就是几百年的时间 你再比如说严真卿 到了严真卿 又是在二王的基础上学 将近三百年的时间了 三百年来 他们承传了 从张芝 中瑶 王羲之 这一路下来 还包括唐初的 这些书法家 于世南 这个欧阳荀 楚遂良 他们的影响 每一个书法家 他都承载着这些东西 到了宋代 宋代的书法家 他也承载着 长代的这样一些成就 在他们的作品中 都是有所体现的 所以这是一代一代的承穿 一代一代的 闪变和增强 那么书法为什么要创新 就是要凸显 书法家 他个人的色彩要比古代要更好 更有特色 你跟古代的全部都是一模一样 你想在历史上成为辉煌 艺术的代表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认真地深入到经典里面去 那么今天我看到的很多的书法家 还有我们很年轻的一些书法家 他们受到的这个临摹的这样一个成果 确实已经出来了 但是他还没有跳出来 因为这毕竟是你在一家当中体现出来的一些成绩 再加上自己的有那个灵性 比如说在字法上 章法上的安排 有你自己的灵性 但是那种气韵 那种厚度 那种风流潇洒 那种在时代当中 能够显示出来的最强音的那种氛围 你还体现不出来 这什么道理的 还是要有一定的修养 这个我们很年轻 如果不是特别超级的那种天才 一般来说 是需要经过艰苦的一段学习 最少十年的二十年 这是不能再少了 所以在这十年的二十年当中怎么办呢 我们要广泛的来吸收和学习 你没有这样一个学习的能力 这个首先你这个基础就过不了关 那么吸收了古代的时候 我们再从古代里边跳出来 这又是一个难 是吧 刚开始我们学经典的时候 就有一个希望 说我怎么能够写得像古人那样好 像王羲之那样好 像严正清那样好 或者说是像密夫那样好 等到你写出了像王羲之一样 像严正清一样的时候 你会感叹 我怎么就写得跟密夫一样 跟王羲之一样 这个时候你算是有觉悟了 如果你在这里边不觉悟写出来的 跟王羲之一模一样 你是第二 你在这个时代里边也体现不出来 你更多的这样一些创造性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难度 又要进入传统 又要跳出传统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这是对追求艺术高峰的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当然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 对我们广大的爱好书法者来讲 不是人人都要追求这个境界 但是我们应该尊重和向往这样的境界 我们才能够看到书法的好 到底在哪里 因为这毕竟是从传统的走出来 再向传统之外来欣赏哪些书法好 哪些书法不好 是对你自己的这种检验 那么你接受过来这种检验 说明你的欣赏能力 也还是远远不够的 更何况 你想创造出新的书法作品来 创造出新的风暴和气度来 那更是难上加难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了 对书法的这样一个生存的 这样一个临摹 但是在临摹的过程当中 我们既要能进得去 又要能出得来 所以我一直为什么讲四法三笔 这个四法三笔 主要是要理解 我们各种不同书法的 一些用笔的原理 和它的笔法 笔意 笔试的原理 你懂了这个原理 并且把它的一般的规则掌握了 将来你要去创新 凭着你的本事创新 它八九不离十 绝对不会走下下创新 乱创新的那样一个路 同时也绝对不会是那种很单薄的 就是我怎么写出来的 好像就是米服这一路的 或者说人家一看 这怎么其实这个什么 这个苏世这一路的 一看就看出来 你又不能比人家高 不是说我不能学这个苏世 或者不能沿着苏世的这个路子走 也不能沿着这个米服的路子 可以都可以沿着这个走 但是最起码 你的张法字法 笔法末法等等 从全方位的角度来讲 在最后的阶段 就是最终体现你个人 精神风貌的这个情况下 你要体现出自己的创新来 这样呢 你的作品虽然是来源于米服 或者来源于苏东坡 但是你仍然还是有自己的语言 这就叫书法的创新 最终还是在写字的时候 要带着自己的风采和味道 才真正的体现出了 你自己在哪里 好 今天就这话题 我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的分享 欣赏和学习书法的快乐 谢谢